以色列禁军黎巴嫩超过一个半月 真主党高层陆续遭猎杀几乎团灭 以军17号又空袭贝鲁特 人口稠迷地区的一栋建筑物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真主党发言人雅飞当场被炸死 显示双方的冲突又进一步升级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一栋大罗遭炮火其中冒出滚滚浓烟 瞬间灰飞烟灭 救护车运送商贯在街头及时而过 救难人员也在瓦力堆中抢救生还者 以军空袭阿拉伯护新社会党办公室的大楼 真主党发言人雅飞当时就在办公室里面 当场被炸死 雅飞长年担任真主党已故领袖 纳斯拉勒的媒体公关顾问 以军首都从黎巴嫩境内 使用自走炮发动攻击 以军的空袭行动通常集中在贝鲁特南郊 真主党的核心据点 但这次却罕见地锁定非军事人员 不过美国驻黎巴嫩大使 上桌向真主党关系密切的 离国国会议长 提交了一份停火协议方案 目前已经获得正面回应 美方提议双方停火60天 双方之间设立缓冲区 只有联合国部队 跟黎巴嫩政府军能够进入 据说这份协议也已经获得 美国准总统川普的认可 陈玉璃编也